詞曲 李宗盛 導演他其實是 除了是透過父子關係的主軸之外 他把大時代 就是當年一九五幾年 就是戰後出生的那一輩的人 然後我們的父子輩都受過 大部分是日劇時代受過日本式的教育 那個時候大時代的社會 隨著時間有不一樣的轉變 那一直到我的小孩也都長大了 我也變成一個中年人了 然後一開始就是范寶德 他發現他自己有重病了 我們人通常都是在你的生命 就是你平常過得好好的時候 你不太會去想很多問題 但是你突然如果好像被宣布說 你的生命只剩下一個月 或者是兩個月的時候 你開始去很認真地去想 如果還有明天你會怎麼裝扮你的臉 如果沒有明天你又會怎麼樣怎麼樣 開始比較認真地去想一些人生的問題 然後才勾勒出這個故事這樣子 我反覆看了很多次 因為我始終覺得這些文字 我想像不到它是什麼樣子 然後這個故事我隱約聞到一些氣味 知道它的氛圍 但是到真正對起來戲之後 我碰到所有的演員 尤其是Michael哥 我們講到幾句台詞 在那個是我在看劇本之前 會覺得沒有太多想法 可是在那個狀態裡 那些話瞬間起了化學變化 然後我就覺得 我覺得這個導演真的太神奇了 因為他已經預知到那個化學反應 所以我看了很多遍 越看越不懂 所以我把那些問題都丟回來 其實他的出發點都是走一些比較生活化 但我們又知道他除了生活化裡面 他要講更多的東西 但問完之後其實就一情而出 尤其譬如說我跟爸爸 我們只有對到一場戲 所以他離別的時候在玩 你不能覺得說就是一個陌生人在裡面 這個東西我們到底要想還是不要想 要不要去設計 後來發現這個團隊比較特別的 一個空間裡面 其他氛圍已經有了 然後我坐下去 就是Michael哥坐對面 感覺就像有關係 然後我跟他的對話 看起來就是好像有什麼 這是我覺得導演厲害的 給大家想像的空間會比較大 不會說你就一二九二 他會給你空間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背景 或有一些東西想要帶給你 這是我看到導演厲害的 這個劇本 我覺得它很像是一個文學作品 要呈現角色的過程中 在剛開始的時候難免會 我覺得我會有一些不安全感 因為他很難去很簡單的定論 我要往哪個方向去 但導演給的 甚至是整個團隊給的一個 創作空間是非常舒服的 它是可以讓演員很放鬆的 那在放鬆的過程中 導演就會把你他不想要的抽掉 因為你可以很放鬆的給他很多東西 可是到最後很有趣的是 我發現我給的全部的東西 幾乎都被他抽光光了 可是這個時候 我反而在場上變成 什麼都沒在想 已經沒有任何想要設計的東西 那自然而然 在當下創作出了新的 自己都沒有設想過的 那我覺得這個是我在拍這部片 我覺得收穫最大的 就有一種把雜質過濾掉的感覺 范寶德這個故事 他可能是在講 一個兩代之間 有一些事情的重複跟循環 或者是說他是來自於 比如說原生家庭的一些咒詛 就是你的父子關係 在跟你上一代的時候沒有處理好 然後他就會 你不喜歡這種關係 但是不自覺的自己 又延續到自己跟下一代的關係 表面上好像這種循環 他是百分之九十 都是不自覺的會落入這樣子的循環 但是百分之九十之外 你不要忘記 有百分之十的可能性就是 你如果察覺了 你不想讓自己落入這種循環的話 你來改變他 你來改變他以後 整個命運都不一樣 整個你跟家庭的關係都不一樣 你跟家庭的關係不一樣以後 由你察覺而產生的這種改變 讓你的下一代 往後的循環 就變得不會是那種宿命的註定在那種輪迴裡面 我覺得是一個有極高sense的一部作品 你可以看他的故事內涵 你也可以看他的功法 你可以看他的美術 看他的攝影 看他的燈光 看他的音樂 各個環節我覺得 因為很有Sense 所以他把它統整得很好 我覺得他很有醍醐味 可以用各式各樣的角度 欣賞他很多遍 我覺得他是一部有營養的電影 所以有營養是 有時候我們看電影會得到支持 但這部電影其實 很多人可以去看我推薦 是因為你看完之後 你會有很多的共鳴 所有的共鳴我們都會放進去 父子關係 就他裡面有很多 我很羨慕的 所以羨慕就是說 原來可以跟爸爸這樣一起 在廁所裡面 或是用那個 其實這只是一個雖然很簡單 又沒辦法 一個在三樓 一個在一樓 但是其實 很多人想要去做 但是沒有辦法 看完一部電影之後 他厲害的就是 一部電影厲害的就是 你走出電影院之後 或許你願意拿起一個電話 大家有辦法 我自己看完是有這個感覺在 再來一個是 他可以看很多遍這部電影 看很多遍 因為隨著年紀的成長 看會不一樣 因為我身邊朋友 我去稍微看一下 他就是說 他掉淚 我說他掉淚的點 我不太懂 然後他笑的點 我也不太懂 我自己也跟他討論 為什麼他會覺得好笑 所以我就說 每個人的原生變成不一樣 都可以去看 他不會去說 這是一二三四 好結局 笑 畢不失 所以我覺得 值得大家去看一下 尤其這個團隊做的東西 很精靜 范寶德 范寶德 你在拍照嗎 不是 我怕瞬到眼睛 見到父親真的這麼重要嗎 我們被死人確定 他就不會重要 你說 總有人要顧家 我現在夠貴 你想丟下我們對不對 喔